这个桃花眼确实招惹桃花 桃花眼不但是眼睛的形态 还要眼睛寒水啊 女主眼睛寒水 内眼角带勾啊 加上这个卧蚕啊 盈润饱满 桃花实属太旺啊 好在这副浓眉啊 不散 能够盖住一下桃花的这个能量啊 再加上这个山根有力啊 鼻梁旗鼓 能够主动屏蔽一些烂桃花 虽然桃花多 但是呢自己有分寸啊 不会沉迷情感 很清楚自己想要的啊 额头稍显尖窄 早晕一般 就像一块美玉啊 落在着草堆啊 出身环境一般 海东时期有些不自信的 等待出落成人的 让人刮目相看的 鼻梁挺鼻肉肉 这个由于山根有力啊 中年运势 依然是得到了延续啊 旺夫旺财 鼻有棱角分明啊 这个婚姻当中 稍显强势和自我 但是浅寒笑意啊 亲和力十足 能够缓和一下这个强势 纯饱满宽儿 有收碗言语得当 有口福 人中险下巴都 晚年能享子女福分 船长呢 最好搭配一个 比较饱满的金星秋啊 女主是船长啊 个性洒脱 思维开阔 赶传赶干的 那么这里人呢 最好要有一个好的体质 而女主的金星秋 比较薄弱啊 这个体质一般 难以支撑船长人的 好折腾啊 加上这个事业线也不显得 本职工作方面 难有大的进展 那么这股船长的能量 到哪里去了呢 综合感情线呢 锁链文加导文啊 在亲密关系当中啊 充满浪漫情调 重情充满活力啊 结合船长的特征呢 是敢爱敢恨啊 桃花旺 姻缘会来的比较早一些啊 但是呢 不代表婚姻会来的早啊 这个结婚线 靠近小指下方啊 这么脑线的导文呢 也说明有犯情伤的经历啊 生命线在40岁左右呢 出现裂开啊 加上这个附近呢 亲筋比较明显的 40岁左右 有过一次病痛的经历啊 注意调养 小指的外撇 加上这个生命线尾端的分叉啊 和子女缘分比较薄啊 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 并败 优优优优独播